三星S8新亮相 最受瞩目的就是它的 紅膜辨識系統 我不用再滑圖形 或者是按密碼 我只要看著手機 就能解鎖 一个眼神 手机马上解鎖 从设定开始就超简单 拿起手机 眼睛对准圆框框 不到三秒设定完成 实际测试 就算戴上眼镜 辨识系统一样测得到 重点是 它比指纹锁更安全 它可以结合 所有的行动支付 应该也是为了 接下来的三星配 来做一个铺路吧 Tell me a joke 叫你说笑话 就说笑话 智慧语音Bixby 就是要抗衡Siri 三星S8 S8 Plus正式发表 把新机放在S7旁 相比少了Home键 萤幕能做得更大 但消费者最关心的是 还会不会爆炸 依照之前的一个 原厂保固的部分 但是在品质上 我们是有信心 这次其实是严格把关 即将进入四月 各家大厂旗舰机站正式开打 LG G6 5.7寸萤幕 同样是主打窄编 18比9设计 双镜头主相机 1300万画素 特别的是 内建音效卡 加强视听效果 不让韩国机专美于前 Sony新机前相机镜头 也是1300万画素 超高速慢动作 摄影技术是一大亮点 萤幕尺寸5.2寸 是FHD高画质 专家说 这一波基站 战场就在萤幕 手机的尺寸就是这么大 但你如何利用这个尺寸呢 把你的想要呈现的更大的萤幕放进去 目前三家厂商在台上市日期 售价都还没订出来 估计S8首播开卖名单 不会有台湾 其他两台在四月就会开卖 手机大战进入白热化 记者陈子芬谢云林台北报道